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忘记火中取栗 投资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李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本应如此 HELLO 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2月3日星期三 就是11.50分 现在就跌了164点 就成交1200亿 去到29,083 指数来说都是上上落落 近期来说都是有大些的波动 昨晚美股又好回升 升了不少 因为散户和那方面的博弈来说 又看到开始淡化了一些 之前的炒作又回回头了 看到美元指数也做回好一些 但特别提提油价是继续升的 油价在WTI就继续做好一些 对油股也有帮助 港股经过了这两次的升跌之后 近期来说就开始又在整股 恒生指数来说 它的20天线在28,883 但28,900在20天线 估计这28,900有一定支持 上线来说仍然是近期的较高位置 大概在29,500就有一个整股区 仍然市场仍然在这里上落 今天北水来说都来了80几亿 上天是170亿 其实北水没有少度 但要留意下在10号打后那几天 就是北水会停的 因为农历年假期 所以假期前 今个星期仍然都有些上落 继续有些北水支持 做回好一些 但市场仍然在这些位置 就是高位平台整股横行 未见到什么很大的突破 从走势来说 近期来说 其实都是出现了一个小小的 奇形 这个奇形来说 其实都去到差不多尖尖的位置 所以估计很难有什么很大的 向上向下突破 仍然去到尖尖位置之后 会继续扩大小小幅度的横行 亦都是正常的 看到农历年前后 都会有轻微的震荡 但不是表示有个大升或大跌出现 指数股之前说过很多次 就是有很多的北水支持的股份来说 其实就 该是剔除了ETF里面 或者该剔除了 那些 指数的成分里面的股份 已经告一个段落 所以就有很多的 买买沽的相关的一些 效应来说 就慢慢是减退了 对那个市场造成的短暂的 这些负面影响不多 所以我相信仍然都是 跟着基本面 油股来说 中海油很强 今天升了2.2% 就升了2.7% 估计随着油价都企稳 相信 这个 中海油继续会做好一些 另一种就是 中石化 中石化就是 现在3.75%没有升跌 严重落后 都是会看好一些 在刚才我去到 那个 Sun Channel 做了一个直播 做了一个小时的直播 和Jackson 里面也有 有些粉丝问 就是中石油 怎样看 我个人看 中石油因为始终有些油井 老化 它的经营效益来说 相对没有中海油和中石化那么好 如果真的想拿着中石油 不妨换马去中海油 或者中石化 或者想买油股的 都是三藤油里面 以中石油最好 中石油最好 市场来说 恒指好仓 牛证加仁扣证 就流出了3,300万 上日 恒指淡仓 红证和仁股证 就流入了7,100万 其实投资者预期大市 反弹了之后 又会有机会回落 今天回落了160点 正正有点反映 恒指牛证的 街货重货居 在27,800到27,899 跌穿28,000 就是汇收汇 红证的街货重货居 在30,000到30,000 而高了少少 今天顺应而高了少少 还有说到瑞通提供的一个讯息 之外 星期五上市的快手 他们都会有相关的认购证提供 同日上市就有认购证提供 详细的那些可以再和大家 在未来的影片中再提一下 喜欢短线 极短线地玩这些相关衍生工具 就可以留意一下 下延大要注意风险 另外想看多些资料 都可以在瑞通的网站 取得多些讯息 今天公布了业绩之后 阿里巴巴跌了$10 在$249.8 大家在关注买集团 买集团估计没那么快 可以重启上市计划 这个绝对是 为什么呢 大家都估到 因为玫瑰集团 因为监管当局对于借贷那方面 就有多些新的要求出来的话 对于这个业务上来说 需要有些重组 重组不可能一两个礼拜就搞定的 起码都几个月 所以没那么快上市计划是正常的 在预期之内来的 不可以当成一个 几负面的消息 当然 阿里巴巴的业绩出来 就是 见到 在那个电商服务那里 淘宝是做得不错的 比预期都好一点 天猫就差一点 但是这些都是预期的 但是反而盈利整体来说都不是太差 我估计现水平慢慢会稳住 看回阿里巴巴的图来说 他现在就是 其实这两天都有两个十字星 下线来说 就看回他的五十天线 在247元 估计这里也有支持 再下一点就是 20天线在244元 244到247 都有一定的支持 今天最低去到247.2 所以证明都是 不会太差 回吐完借完消息之后 有机会又慢慢试高一点 上线位来说 就是在100天线 262元 这两天都是轻微想见过的 又下回来 仍然以这个幅度 上下限来做 阿里巴巴会看回好一点 如果要做衍生工具 可以留意相关的产品 相关的产品里面 有66180 就是红症 51040就是阿里的牛症 51040就是瑞通阿里的牛症 2日子正在做的 跌了34% 跌了34% 杠杠有12.5倍 这个留意风险 如果喜欢短线做这些 就可以去 注意下这些股份 另外 就看回腾讯 腾讯 今天 也是有少少回吐的 年升多日之后 就在这个位置 暂时来说 就高开 734元之后 上到738元 现在就最低落 723元 现在是732 有轻微少少的 有些压力 当然成交今天很小 我估计如果它要回调下来 第一个位置就是在 709元 10天线 709元 10天线 而它 之前的位置 我相信700元 就开始有支持 680元到700元 这些位置开始有支持 喜欢腾讯朋友 就给点耐性 等一等 如果货多的 可以减少少的 都可以的 小米来说 就29.2 跌了5毛钱 小米仍然是29 32那些位置上落 暂时没有什么突破 如果突破32 34 如果29 守不住 下个位28 但如果28 跌穿了 就要小心一点 要可能减持 那些货 再看一看 当然现在 28元跌穿的 机会暂时都见不到 再说回 昨天讲的 第一视频 关于合作的 事情 是否判断 看到今天继续升温 今天升了20% 去到5毛钱 有货的 继续看看 这是放中线的 不是短炒 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今天就和大家讲一下 近期 新能源的 新能源汽车 譬如 比亚迪 都仍然处了强势 去到264元 跌那些很快又重新 加上来 加上其他那些 吉利 29.4元 暂时在沉底 暂时 暂时 说起 见底后 回升了一点 但这个汽车板块 仍然处于一个轮动的情况 但是 4S店的经销商 例如永达汽车 这些是之前我提过的 绝对值得去留意 这两天 见了低位之后 就升上来的 3669 3669 永达汽车 短期来说 应该以50天线 12.2为目标区 突破了下个位 应该是 之前的较高位置 14元 我个人看 永达仍然可以继续看好 为什么呢 他估计第四季的销售 非常理想 盈利也有机会 超过30% 第四季 而 另一方面 他也有新的收购 在BMW 收购了 相关的一些 公司的那些 销售店 在云南 四川 六个主要的经销商 有四十五个店 那里是做宝马的 为主的 有四十五个店 那里是做宝马的 为主的 那里是做宝马的 未来来来说 这会带来更加大的收益 另外 另一方面 就是 亦都收购了保时捷 相关的一些 的店 在 这个 无石 和其他地方 这方面也带来更加大的贡献 以现在的股值来说 都是比较 落后一点 所以 不妨大家留意一下 在近期来说 如果喜欢4S 汽车销售店 可以 针对性地 买回这种相关的股份 我相信 有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快手就非常热 暗盘架做得很好 在下一段影片 从大家详细探讨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今天就是 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左中取率方式投资 其实只是一场 靠运气的赌局 而在一个跨越10年 价值200万美金的真正赌局中 巴菲特就证明了 投资 可以是稳定增长 他选择平淡乏味的 杜瓶斯工业指数 就已经有平均每年16%的回报 轻松击败前来挑战的对冲基金 其实跟能力 和运气无关 简简单单的指数投资 已经足以带你跟上世界经济的成长步伐 不单止这样 面对市场的起伏和波动 定期投资的良方 最适合为时机游戏的你 忘记火中取率 投资 其实是一个雪球和斜坡的商与 世界的斜坡 已经准备好迎接你这个雪球 或者 你选择投资一起成长的美好生活 我们也建议不要错过可以改变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资那些强劲的增长 尼华星 投资全球的指数基金 和优质指标股份 收获成长的礼物 投资 本应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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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应与其